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呀 老人家大部分都有带假牙对不 所以煮饭给老人家吃呢 多半都是要比较 太暖的 太嫩的 今天呢 我们来了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 她就想说要学 怎么样煮这个比较软烂 但是又美味的料理 给他们家的妈妈吃 那就是我们的黄鸦鸣哦 那既然如此呢 我们就要安排也很棒的大厨师 我们国荣中厨师来教她 如何制作适合老人家 而且呢 越吃会越好吃的料理 我们这位好妈妈 然后这位好女儿 上次带着儿子呢 是因为想要让儿子 学喜欢吃菜菜 对不对 结果儿子这么会做 感觉上很棒 今天是特别来学 怎么样煮给妈妈吃 妈妈现在年纪多大 妈妈现在75岁了 很年轻哦 但是就老人家你知道吗 牙齿就不好嘛 对就是你纤维太多的啦 太硬的东西 它都很难消化 对啦确实 对它不好咬 不太好咬 然后就变成不想吃 这个最重要点 对 胃口就不好了 哦 那我们做女儿就很担心嘛 所以今天就是要来学这个了 是 那今天当然就要安排我们 大饭店的行政大主厨 来教家庭主妇做料 雷桃造起来了 谢谢 不好意思 这跟那个在饭店设计菜单出菜很不一样啊 对啊 你是要煮给你妈妈吃的呢 这个也算是一个挑战 因为大部分到饭店里面用餐的客人 比较没有会这个部分的顾虐 是啊 对 没多做起来了 那上面应该有年纪带的去吃吧 有啊 对啊 那应该比较不会说为这个特别 比较会讲说帮我煮熟一点而已 没有讲说要煮烂一点 比较少啊 哦 所以状况比较不一样 不过我们还真的是要让大家学习一下 因为老年人真的是吃不下就没营养嘛 对 好 那今天就要让雅明来学 那你要做的菜是什么 我们今天会用南瓜来做料理 然后做两道菜 一道是南瓜浓汤 另外一道就是义式南瓜炖饭 哇 这样很好嘛 对不对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材料跟调味料 南瓜浓汤 材料有 南瓜去皮切丁300克 优格适量 巴西粒适量 调味料有 盐适量 黑胡椒粉适量 肉贵粉少许 义式南瓜炖饭 材料有 南瓜300克 苹果60克 白饭150克 卤筍少许 调味料有 盐适量 黑胡椒粉适量 好啦 就看到这个 其实材料很简单 就是南瓜 南瓜 南瓜 其实南瓜多好啊 老人家吃南瓜多好啊 南瓜其实在健康食品里面 是排前三名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种老女人 也需要吗 我们是 我跟你妈妈已经是排在那个 老女人的行列 还没有来真切 有啊 有啊 应该你跟我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们因为呢 需要南瓜 尤其是更年期父母 嗯 南瓜可以让我们抗氧化 而且可以增加 只要植物性的荷尔蒙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生理啊 还有这个 各方面都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南瓜是老年人的 最佳食品 好 那怎么样做呢 OK 好 那我们今天 先把这个南瓜 南瓜 因为这个皮我已经削好了 所以我们先把南瓜 这个部分先把它切快 第一个啊 切快吗 切快可以切小快一点 小快一点 切小快一点 因为等会我们要 用水煮 用水煮 你切小快一点 它会比较快熟这样 好 就全切吗 全切 你在家会做菜吗 我会啊 上次我不是带我儿子来吗 可是 可是那天我们看到的 都是你儿子的表现 那他没有看我 平常在做菜他怎么会咧 对不对 也是 是啊 你让他帮忙碰 我让他碰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就是特别会在旁边叮咛 就是说 要小心 你越不让他碰 他越好奇 他就可能在你不在的时候 就拿来玩 那就更危险 反正我们看不到 所以你儿子多大的时候 就让他去跟着你在厨房清除BIY 应该他就是大概会走路 就开始跟在我旁边了 对 你都自己这样带着 对 然后我如果在厨房的话 他就是抓着你的腿嘛 好烦喔 你就让他看嘛 然后就 让他越来越高的时候 让他可以就是看到榴梨台的时候 然后他就眼睛会趴在旁边就瞪着你 就看你在做什么 他就想要帮忙 对 对一下 帮忙做一下 对 所以说 那妈妈呢 你说妈妈有跟你住在一起吗 有啊 有啊 我们三辈同堂啊 你要做的话就是变成 儿子吃的跟妈妈吃的不大一样 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一定要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因为小孩也在长嘛 那妈妈年纪大了 他也需要一些营养 所以今天这道料理 哥师傅这道料理应该孩子跟老人都会爱 对 南瓜 因为一般如果只吃南瓜的话 有的人会不喜欢 所以我在这次的炖饭里面又加了苹果在里面 一瓶 听起来感觉很可口 小朋友一定喜欢 好 一起煮 那现在这样子切块的意思是说要煮汤 对 我们等会要把它煮熟 然后下去打成汁 还要再打成汁 打成汁它可以变成浓汤 对… 然后再用那个浓汤来做炖饭 一个料理可以两种用法 好…这个真好 对… 所以我们把它掉到水 那样的水分够不够 够了… 其实大家只要它淹过就可以了 那这样煮要煮很久吗 不用 其实南瓜很快 很快就熟了 所以基本上等一下把这个南瓜煮好以后 那个汤就变高汤了嘛 对不对 对 好 现在南瓜这样煮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方 倒是还好没什么特别的配方 就直接让它这样煮就好了 好 可以用蒸的吗 用蒸的也可以 或是用烤的都可以 烤 烤的其实它的甜味会更甜 烤的时候你记得整颗脸皮下去烤 烤完以后拿出来 然后把那个挖里面的肉就好 因为烤完以后其实它变得很软 要挖里面肉其实很选担 整颗不是要烤很久 对 烤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在煮的同时我们来切苹果 所以这个是也要这道要做的吗 也是这道我们炖饭要做的 苹果 苹果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丁 南瓜切丁 南瓜切丁的菜好简单 真不好意思 真不好意思 对啊 照理说 咱们应该要帮小吃吃的鸡很难的嘛 其实我们也是让那个 一般的职业妇女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对 所以请问郭师傅 我们那个南瓜可以把它 因为一埋就一颗嘛 把它都处理好以后 存起来放冰起来 你可以先煮好以后 然后例如说你要做浓汤 你就先把它打成浓汤 或是把它放冷以后再下去 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浓汤 然后就把它冰起来 你要喝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就可以了 好 先把它打成浆之后再冷藏 而且南瓜 南瓜汤也可以喝冷的夏天 像果汁一样 对 像果汁一样 是不是叫西班牙冷汤 对 有点类似那一种 类似那种 西班牙冷汤通常 其实它做法很多种 西班牙冷汤做法很多种 有的是主要的用番茄 也有人用小黄瓜做西班牙冷汤 南瓜也可以 这样切块之后呢 南瓜也好了 一块 因为南瓜其实很快就可以煮烂了 真快呢 很快就可以煮烂 然后你要热的 还是要放凉再打 我们热的直接打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打 可以热的直接打 我们这种柔弱的家庭主妇 就自己慢慢的打 水不用太多 就大概跟它一样多 好 等会我们打如果万一打不动再加点水 好 很快耶 切那么细就 真的十分钟就可以 南瓜其实很容易就软掉 煮的话也可以 可是我说家里面有调理机 是一般的比较转速 比较强的果汁机 果汁机就可以了 也可以 因为它已经煮软了 那扭一部分 但是一般果汁机就不要趁热打 水再一点点好 这样 对 好 还要留一点果肉 对 留一点果肉等会我们加到冠牌 看得出来叫做南瓜 好 再来 我们就来给它打一下南瓜浆 那这个热 我们要稍微跟观众讲 如果你要热的打的话 记得 从转速最小的开始 慢慢转 慢慢转 不能够一下开 上面盖子要打开 噢 它会热 它热会冲上来 然后整个会爆开 噢 是喔 对 看很快 把它要关的时候 一样把它转小再关起来 不然它会喷上来 安全 喷上来就是整个 会见到 会见到 会很烫 整个厨房都变南瓜汁 对 变南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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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南瓜汁还好 怕喷到人比较危险 这很烫 其实很快 已经很快了 这个速度很快 好 那我们要把它装起来 直接来很远适合 装 这就是南瓜汁了吗 对 我们还需要调一下味道 调味好 好 带下去 来 好 要不要用点水给它冲 用那个汤汁还是用水冲一下 用汤汁 我们这个里面洗浮一下吧 好 算一算 好 给它洗浮一下下 这个太多 好 不会 刚是刚打好热的 所以它很快就热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调一下味道 好 用点盐巴 盐巴 要底 好 整番的调味 用一点点盐巴 一点点 可以稍微再多一点 这一点点 可以 所以说不要太嫌疑 好 我会喜欢用一点黑胡椒粉 如果 其实黑胡椒粉 不会很辣 它是香气的 香 提味 要吃辣就要白胡椒 对 好 一点点就好 再来这一个 肉桂 肉桂粉 肉桂粉 南瓜跟肉桂其实很搭 有的人 有的人 其实 不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加一点点 等会试试看 试试看 我也没用过肉桂粉 加一点点就好 好 这样做 甜品里面的南瓜派 也是会加肉桂粉 甜点 对 鲜的我没吃过 对 真的看那个鲜的 所以你要不知不觉 给它加一点点 好 这样南瓜浓汤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后面 还要加一样东西 我们先把它倒在碗里面 好 你先把它倒在碗里面 好的 好东西 关火了 那我们等会留一些 我们做 做炖饭用 不用全部下去 哇 这个浓汤好 可以 所以这也可以做成 浅盘的汤 对 对 好 那我们倒一部分来这边 剩下我们等会来做炖饭 那我们这边还有准备一样东西 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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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味的优格 原味的优格 是喔 原味的优格 我经过是加鲜 鲜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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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奶油热量比较高 我们用优格 其实加一点点在里面 你看 好多的 喔 是加一点 你看 这样很像大饭店里面 那个汤缸 人家不是加浓鲜奶油 对 或鲜奶油 用优格多健康 然后再用一点点巴西里 把它剁碎 你可以把它剁碎 这个配色喔 然后还有它的香味 所以用优格用意是因为它比较健康的 一方面是它比较健康 然后另外一方面 味道上面 味道上面其实 我们的南瓜 它是甜的 优格是酸的 它可以中和 所以让它的味道 不会那么 甜的太过头 喝起来味道 其实会比较顺 会比较顺 会比较顺 开胃 对 所以这个是南瓜浓烫的部分 好 漂亮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炖饭 一般在意大利的做法 他们炖饭是用生米下去煮 而且欧洲他们习惯的吃法 是吃那个米芯不熟 因为台湾人不太习惯 不喜欢 可能吃两次就跟你说不吃 对喔 所以我们用煮好的饭 煮好的饭 或是用 今天没用完 放在冰箱隔夜的饭都可以 剩饭 白饭 要我吃炖饭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爱吃糯糯的饭 好 那我们 不一定老喔 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 就爱吃糯糯的啦 对 你说你饭大饭 我们用点油 然后让它稍微热一下 然后把 我们来炒苹果 炒苹果 对 等一下 苹果汤汤 第一次听 这个苹果我们先不要去翻它 都不要翻 先不要翻它 因为苹果它本身 如果你去 它预热的时候 它表面会稍微上色 对 那如果你一直去翻它 它会变成苹果泥 它会烂掉 就变苹果泥 切这么大块也会烂喔 是喔 会 也会烂 我相信 试试看 像煎香蕉一样 就是都不要去 像煎香蕉一样 不用怎么去动它 动它 让它变成有点金黄色 对 然后稍微 可以稍微翻一下 轻轻的翻 可以了吗 可以 但没有问题 可以稍微翻一下 炒苹果不难受 然后再一直翻 再让它稍微炒 再炒一下 因为它的果胶可以 让它变得有点焦黄焦黄色 对 这个很有趣耶 就感觉 炒过的苹果感觉比较 味道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味道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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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黄耶 对 有吗 这么快吗 火会不会太大 我们转小一点 要小一点 这么快 感觉 味道会不一样 是 等会儿吃吃看 再加一点 等会儿再加淋鹽巴 吃吃看那个 炒苹果 加鹽巴 我只晓得很快 有闻到香味了没有 有 有闻到香味 有 它有焦糖的味道 有焦糖 很像煎香蕉的那个 蜜糖 是哦 要再撒一点盐吗 对 等会儿我们一起做调味就好了 OK 好 可以 比较香耶 可以了 可以了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炒到有一点点焦 焦黄 这样就可以了 那卤笋我们一方面是要 要关火吗 先把它关起来 好 卤笋的部分 我们一方面是要配色 一方面也是 卤笋也是 卤笋也是很好的一个 炒锅的蘋果比较好吃 对 然后我们把它切小段 嗯 把它放下去一起炒 就是炖饭用的 炖饭用的 它如果说 如果说那个 太长那个纤维太多 我可以切成颗粒状吗 可以啊 卤笋也可以切颗粒 没有问题 就是它只是配色嘛 可是就是说 其实它 它还是有 还是搭配这些东西的 其实卤笋煮一煮也会暖啊 也是会烂 也是会烂啊 万一买到那个 纤维比较多的蘆笋的话 哦 那个叫做 咬不动哦 对啊 所以粗的蘆笋 大蘆笋 就会这样 细蘆笋比较好 所以就要买细的 好香哦 好滷 好滷 好香哦 那我们要加一点黏膏汤 好 那我们用刚煮南瓜的汤来 好香啊 有特别耶 小心哦 我这感觉很棒 哇 这感觉很棒耶 我都想吃了 然后把饭放下去 这时候饭 饭都要放一半就可以 要这么多吗 放一半就可以 不要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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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对啦 我们可以 我们饿了啦 好 可以 哇 南瓜汤 好 我们再把它 南瓜汤 哦 嗚呼 它炒起来就金黄色的 很漂亮 嗯 看起来怎么 怎么会不想吃 看起来就还超有胃口的 而且很香耶 那我们放里面巴 哇 这个苹果这样加热以后 这个香气 对 真的好神奇哦 我以前煮过是苹果咖喱 跟马铃薯 可是我没有炒 我就是直接 直接最后才放下去炖 然后苹果真的就是 会烂烂的 会闹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吃得到苹果 可以吃得到苹果 苹果 而且它是香的 而且它是香的 焦糖香的 所以说过师傅 如果说像他也会做什么 苹果咖喱什么的 它苹果也可以先炒 也可以先炒 也可以先炒 我就是把苹果跟马铃薯 红萝卜 对 一样这个方式先炒 可是因为其实你要去看食材 每个食材要煮的时间 所以不能一起 马铃薯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红萝卜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苹果可以先炒完 要先放一边 等到它已经 马铃薯都烂了 马铃薯都烂了 苹果再下去 再让它煮一下 有味道 它会有口感 通常苹果是最后放 但是并没有炒这一道手续 所以也没有香气 对 没错 那我们刚才因为南瓜 还有留一些 我们也放一些下去 这样子颜色又有层次了 有层次了 而且可以吃得到南瓜 这个样子 好想吃喔 对 那可以把它拌一下 然后 很快饭就烂了 对 很快就烂了 那现在我们 其实就可以盛盘了 对 调味了吗 调味了 我们稍微试一下味道 然后我们也是盛盘 还要加什么吗 乳果吗 不用了 这个就不用加 直接就可以盛盘吃了 对 那我们就来吃吧 南瓜浓汤 做法是南瓜去皮切丁煮至南瓜软厚 捞出少许的南瓜备用 其余淋水放入果汁机打成泥 将南瓜泥放入锅中 再加入少许的肉桂粉 盐和胡椒粉调味就可以成盘 上桌之前再放上优格与巴西里就可以了 E是南瓜炖饭 做法是南瓜去皮切丁 入锅煮至南瓜软厚 捞出少许的南瓜来备用 其余淋水放入果汁机打成泥 将苹果去皮切丁 然后放入热油中稍微煎上色 再放入卤笋白饭南瓜泥和熟南瓜丁拌匀 再加盐和黑胡椒粉调味就可以成盘了 不得了要吃这个老大人最爱吃的炖饭 对 南瓜汤是没问题的一定很好吃的 对 然后那个煎苹果 哇 真的是太 嗯 嗯 好好吃喔 好清爽喔 有没有那个味道 不说一定猜不出来那是苹果 对 我还没吃到苹果 其实不太吃得出来 嗯 而且它苹果微微的酸味 嗯 挺像吃苹果派的那个感觉 如果说单独做这个炖饭的时候 也可以加肉块吗 可以啊 也可以 也可以啊 然后如果吃冷的像夏天吃冷的炖饭 也可以给它来一点儿优格吗 嗯 炖饭如果吃冷的话 可能会比较 不过天气很热啦 对不对 也是天气很热 是不是下嘛太热 我觉得 像现在 温温的 然后 就可以加优格 嗯 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做剩下的苹果 嗯 做优格对不对 对 它可以加坚果喔 嗯 可以加坚果 葡萄干 嗯 对不对 葡萄干啊 核桃啊 松脂啊 哦哦哦哦 杏仁啊都很大 哦都很大啊都很大 这个 师傅很棒 它设计出来的菜 会让你就有很长 大的想象空间 对 然后就联想很多吃菜 不限延生 是 你觉得你妈妈会喜欢这一道吗 会 会喔 对 好 其实我相信 不只是老人家 小朋友 都会很爱 嗯 那我们就照这个方式做 像我们刚刚在讲的时候 你要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 还是希望各位妈妈 稍微这个 控制一下像我一样 不要乱加一通 就是尝试一下 对 搭才加 对不对 就每次可以变换不同的食材 对不对 今天我是苹果 可是我下次就多加个 熟到干 或什么的 他又觉得吃到不一样的 下次可以试试看 用地瓜也可以 地瓜 地瓜叫南瓜 那我可不可以南瓜煮 那个南瓜西饭 南瓜西饭感 南瓜粥 南瓜粥 感觉比较中式 应该也是会当 对不对 你妈妈应该很爱 好 我们今天 就从这样子不断延伸 而且非常的好吃 又很营养又很健康 没错 简单 对不对 我们谢谢杨明 祝福您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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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